創校國民黨最近不大妙 昨天的關公關刀落地 引發一陣討論 國民黨現在真的不太妙 他們現在壓力在哪裡呢 關刀都掉下來了 小刀還能用嗎 這才是他們現在最麻煩的事情 首先先講關刀掉下來 這個我們都知道 侯友宜喜歡關公嘛 所以他把他以前 他非常喜歡的一個關公像 非常大一尊哦 非常重哦 特別拿到禁總那邊去放 然後本來呢 我們看這照片裡面 這關刀呢 這個關公是背著 你看這個關公來畫面上有 他事實上比一般的男生還要高哦 對 還要高 他是非常大的一座 然後這關公他是拿著這個背刀 一個整個一個反手刀要殺出來的 所以本來是拿著高高的 而且是好像還有銅成分 就突然之間昨天 就在記者在的時候呢 突然之間 一聲掉下來了 直接往下滑 那很多人心裡就覺得 毛毛的 因為呢 歷史不會重演 但是雷同哦 有很多時候是悲劇或鬧劇 為什麼 因為四年前 國民黨公佈 民調做出來了 決定提名 韓國瑜代表國民黨 剛好那一天呢 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魚池裡面 養的一尾龍魚跳出來 竟然亡顧了 那個龍魚呢 剛好長度四十六公分 然後那一天提名四十六年次的韓國瑜 哦 所以國民黨心裡 怎麼會這個刀子就掉下來了呢 掉下來之後怎麼會這樣子呢 所以很多人都講了這是什麼徵兆 然後或者是說啊就是誤會啦 然後整個那個禁總就人家講說是因為記者碰到 就直接掉下來 可是很多人講說什麼事情都要怪記者 因為這把刀很重耶 那平常也這樣子握著 記者輕輕一碰 官惡也是八十斤的青龍眼月刀 隨便揮灑的 怎麼可能拿不住呢 然後怎麼會掉下來 掉下來 然後有人就說 這個意思是告訴侯友宜 放下吧 放下屠刀 力氣成佛 就放下吧 是不是在這個 現在有這個情況呢 然後當然呢 要放下的時候 你會看到 旺中集團 忠實的社論 也出來勸一個人放下吧 小刀放下吧 因為他們現在 直接的用社論代表中國時報的立場 非常清楚哦 撤換黃金 柯侯直接對談 所以他們要下架黃珊珊跟金小刀哦 對 所以他們忠實這一次是很久以來 我們看到他們是每天在 常常在講就是下架民進黨 今天叫做下架金小刀 然後裡面呢 你看他的標題 還特別 他裡面網路上是紅字哦 鷹派主談 增加仇恨值 我就直接講 金浦聰你是鷹派 黃珊珊你是鷹派 你們在主談 是你們才是增加了仇恨值 直接點破了 代表著他們對現在 整個黃金會非常不滿意 然後裡面最特殊的 我特別在這邊 你看我用紅筆畫下來 這是忠實寫得多重啊 重到什麼陳柱呢 金浦聰橫空提出的 所謂民主初選制度 可行性有經過黨內的分析討論 和細部評估嗎 他是直接講說你金浦聰 你這個東西你連黨內顯然都沒有認同 你有經過評估嗎 你又怎麼樣 這直接是開槍給金浦聰了 然後呢 從民眾黨鋪天蓋地的批評 就不難知道 這個制度的提出 就是不想談成 所以現在藍白河的歷史罪人 除了郭台銘以外 又加了一個叫做金浦聰 所以他們意思就是 現在你們就不要談了 你們兩個都退出 讓柯文哲和侯友宜 直接對談 這個是忠實 一個非常強烈的立場 而這種立場 當忠實有這麼強烈的時候 代表著恐怕 慢慢的 他們整個菲律陣營裡面 可能就都有這個強烈的壓力 甚至於 我相信國台辦也一定非常關切 繼續去怎麼發展 而在這個發展裡面呢 那當然了 金浦聰當然壓力很大了 那因為呢 他現在的想法就 我們也講過 他想要纏住柯文哲 那纏住柯文哲 讓侯友宜到處去造勢嘛 結果呢 侯友宜呢 又出了一個勢 他忘記了 官惡爺 不是手上只有拿刀 官惡爺另外一隻手 是有文采的 是經典的 所以可是呢 最近又傳出來 侯友宜呢 另外一隻手 沒有春秋 沒有左鑽嘛 所以他到南部大學生 邀請他去 結果他又說 行程有問題 不能去 其實也可以理解了 因為 他的護航者 陳以信 正在跟王定宇 施殺 沒有空去保護他 所以又沒有辦法 可是這東西對侯友宜來講 他真的能夠拉起來嗎 放下吧 搞不好是一個壓力 那至於柯文哲呢 現在呢 就開始是 開始想到初戀的人 情人比較好 所以柯文哲不斷的 開始跟郭台銘 開始有一些友善的 曖昧的行訴 而郭台銘呢 現在拼連署拼得很 很有力氣 但是也放出消息 我們竟然曾經初戀過 我們重新再談一談 是不是可以 所以現在其實 柯文哲變成是 當郭台銘慢慢的往前走 雖然他的民調一直掉下來 可是郭台銘有超能力啊 他的連署上面的三百格 馬上就可以成為民眾黨的 一個地方上的後援會的組織 所以現在柯文哲 如果真的跟郭台銘 曖昧成功 那侯友宜恐怕 真的就像這把刀一樣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